What 可是个神奇的疑问词 也是个我们日常用的最多的疑问词 我们可以用它来引导特殊疑问局 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在我们和人交流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一个新朋友 就要用到很多what引导的句子 例如 What is he? 他是干什么的 这不是我们的译问词 他不是问他是什么 而是问他的职业 这种what加be加somebody 问职业的结构 在日常生活中很常用 你可以回答 He is a doctor 他是位医生 对于那些久闻其名 而未见其形的朋友 你可能会关心地打听 他的长相如何 例如 What does your new boss look like? 你的新老板长得怎么样? He is thin with gray hair 他很瘦 满头银发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知道 可以用what加does加somebody加looklike的结构 来问某人的相貌 那么怎么样了解别人的性格呢? 我们就要用what加be加somebody加like的方法来问了 例如 What's your tutor like? 你的导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She is pretty serious 他相当严肃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一个人的主要性格了 其实上面这种结构 把somebody换成something 就成了what加be加something加like 试问别人对某件事物的印象和看法 例如 What's tiger beach like? 老虎摊怎么样? 我们可以回答 It's nice but crowded 很好 但很拥挤